看似平静的夜间航行,灾难正悄悄逼近。 哦,上帝,快看四号发动机。 一万米的高空中,四台发动机突然全部失灵。 无救,无救,无救,这里是英航九号。 飞机即将坠毁,灾难能最终避免吗? 这里是英航九号,四个发动机全部失灵。 高空坠落,地位中国即将过出。 主席 service,然后osh,东方。 总统谷删除尽・中山守 들笼� Speech en Noch山保佑叫飞机会。 知识意议 ara话场之道。 头发动机会是工业不荡券的。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今天要跟您讲的是一个发生在30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开始的地点是一架满载200多名乘客的飞机 这架飞机是从伦敦飞往澳大利亚的 那么在夜色茫茫的高空中 它将经历怎样一番惊心动魄的旅程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1982年6月24日 英国航空公司的9号航班在印度洋上空飞过 它此行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的珀斯机场 这架飞机一共有乘客248米 此时贝蒂·图特尔·福格森和妈妈一起坐在飞机F舱的最后一排 他们沉浸在书中的情节里 查尔斯·凯普维尔带着孩子回家 很快他们就能见到妈妈了 两个小家伙都很兴奋 9号航班配备的机组人员训练有素 机长埃里克·穆迪从16岁就开始学习飞行驾驶 罗杰从这亚加大机场 亚加大中心 英航9号在哈利姆上空370 副驾驶罗杰·格里夫斯已经有6年的从业经历 随机工程师巴里·汤利·弗里曼同样经验丰富 当这架飞机飞临了亚加达上空时 它已经在万米以上的高空飞行了一个半小时 现在离终点还有三个多小时 大家都期盼着飞机能平安地达 然而就在飞机上的乘客放松地进入梦乡之时 一团奇怪的烟雾突然漂浮在机舱上空 八十年代飞机上是允许吸烟的 但是仔细观察 烟雾并不像是吸烟导致的 难道是某个地方起火了吗 也许是厕所 去检查一下 要知道飞机在高空着火是相当可怕的 必须立刻找到火源并将它消灭 可是寻找了半天 机组人员却一无所获 正在这时 驾驶舱里却又出现了一个更为奇异的警将 这件挡风玻璃上突然出现了一团蓝白相间的火花 漆黑的夜里显得非常刺眼 圣埃尔摩之火 我不这么认为 随机工程师弗里曼所说的圣埃尔摩之火 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指只有在雷雨天气时才会在飞机附近产生的蓝白色闪光 但奇怪的是 今晚的雷达上显示天气正常 雷有雷雨 那么 这一团火光到底是什么呢 此时 窗外的机身上竟也围绕着一层薄薄的云雾 这样奇怪的不误 机组人员还从来没有见过 在万米以上的高空 看似正常的薄雾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机组人员碰上了飞行中最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当飞机出现异常状况时 原因却无从查起 而危机似乎随时都会降临 与此同时 乘客福格森看到了一幅令他心惊的画面 我清楚地看到飞机的左翼 覆盖上了一层明亮的白色微光 它移附在机翼上 我继续低头读书 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客舱里的烟雾越来越猛 此时 让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副驾驶格里夫斯 发现了更为可怕的一幕 机组人员从没见过这样的停机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 还有更危险的事情在后面 二号发动机失灵了 好的 关闭发动机 不 等等 都失灵了 四个发动机都失灵了 驾驶舱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 事情向着最糟糕的地步发展 飞机的燃油冲锁 究竟是什么 使得发动机全都停止了工作呢 眼看四个发动机相继失灵 无法提供洞壁 九号航班开始出现坠落的情况 这时 机长目的不得不下达新的命令 驾驶 通知地面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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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航九号四个发动机全部失灵 高度370 呼驾驶发出了呼叫信号 然而对方似乎并没有听清楚 你们有什么问题 雅加达控制中心 这里是英航九号 四个发动机全部失灵 再重复一遍 四个发动机 现在高度350 英航九号 你们的四号发动机失灵 这个笨蛋 信息传递不出去 情况变得危急性 呼驾驶不停地重复的求救信号 已经周折 信息终于辗转传递到 雅加达控制中心 四个发动机全部失灵 明白 请盖面 在发动机失灵的情况下 九号航班仍然飞行了15000米 紧接着 它开始的一段毁灭性的坠落 而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片茫茫大海 就这样 在漆黑一片的夜空当中 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飞得好好的九号航班 四台发动机竟然全部失灵 一时间飞机变成了滑翔机 可机组人员却始终找不到故障的原因 这真是有点令人胆战心惊 据推算 在没有动力滑翔的情况之下 一架波音747 每飞行15公里 就会下降一公里 照这样下去 如果情况不改善 要不了多久 飞机就会一头坠入到 印度尼西亚以南的茫茫大海上 机上二百多人的生命 将随时面临危险 九号航班的四个发动机意外失灵 此时 飞机正在往印度洋方向慢慢坠落 进击关头 机组人员决定尝试重启程序 好 重新开启操作程序 此刻 一秒钟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相当宝贵的 开启 有情况吗 有情况吗 没有 再来一次 好吧 从头开始 电池 检查过 双向进几阀 开着 灭火电门 我不记得 我们到底尝试了多少次 重启发动机 如果说二十次 那太少了 五十次 大概差不多吧 没有了发动机工作室的笼笼声 客舱里安静下来 一些乘客明显感觉到飞机正在下落 但是没有得到通知 只能猜测 你感觉自己好像悬浮在空中 唯一真实的 就是这种寂静 还有几名乘客 发出的无叶声 发动机停止了工作 速度指示器也失灵了 机座人员只能努力保证飞机的速度 争取最后的机会 然而 没有了动力的飞机 再次出现紧急状况 压力报警机长 高度一万米 飞机的发动机 除了能够提供动力 还可以保持机舱压力平衡 而现在 这些功能正在消失 发动机停止了工作 因此机舱内受压的空气 就会逐渐泄露出去 空气一旦泄露出去 客舱内的氧气 就会变得越来越稀薄 这时 乘客们开始大口喘息 然而 谁也没想到的是 压力的丧失和垂直浮通 又造成了 另一个可怕的后果 氧气面罩 直接从客舱顶部 掉了出来 我在电影上 看到过这种情形 这表明 飞机遇到麻烦了 此时 乘客们手忙脚乱地 戴上氧气面罩 根据航行的速度和距离 机长判断 前方还有更大的危险 在等着他们 现在 飞机降落得越来越低 机长目的 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 在飞机与机场之间 有一座山脉 飞机至少要上升到 三千五百米的高度 才能越过这个山脉 所以 发动机必须马上启动 乘客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开普维尔想到 要给妻子留一纸遗书 亲爱的 我们遇到麻烦了 飞机正在坠落 我会尽全力保护孩子 我们爱你 对不起 我当时想 我们马上就要在海洋坠毁了 如果他能看到这张纸条 他会知道 我们都惦记着他 而且 我们尽力了 我们会坠落到海中 被鲨鱼活活咬死吃定 或者会在一座山上撞毁 还是在山上撞毁比较好 总之 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吧 机长目的不得不做出决定了 要么在山上撞毁 要么坠落大海 在重复了不知道第几次动作后 突然就在这时 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出现了 四号发动机猛然发出了轰鸣声 四号发动机启动了 就像是有人从飞机下面 给了他一拳发动机 他发出 砰的一声巨响 我的上帝 听到他的声音 真是太好了 虽然一支发动机 可以保证飞机短时间内正常飞行 但是此时的动力 却不足以越过山脉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机会 我说 我们三个人 会把飞机拉起 绕过整个赵瓦岛 飞机降到了四千米以下 这时又一个喜讯传来 三号发动机恢复运转 似乎是连锁反应 戏剧性的变化 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难以置信 一号和二号都恢复运转了 危机关头 事情好像突然间 用了巨大的转机 这架几乎注定坠毁的飞机 重新找回了希望 雅加达 银行九号恢复动力 四个发动机全部运转 全部运转 这次控制中心很快做出了回应 银行九号 发动机全部运转 批准飞往哈利姆机场 肯定 肯定的 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机长 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 发动机重新启动 我们正前往雅加达 大约十五分钟后着陆 飞机总算安全着陆了 二百四十八名乘客 连带十五名机组成员 毫发无损 这真是让人欣慰 然而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遗团 等待被破解 机舱里哪来的烟雾和异味 这机头前那股奇特的光团 到底是什么 四台发动机出现火花 并香气失灵的原因是什么 更为蹊跷的是 最终失灵的发动机 怎么又会奇迹般的恢复 紧接着专业人员开始对出事的飞机 着手调查 九号航班安全归来后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检查中 人们发现 这架飞机损毁非常严重 从外观上看 挡风玻璃被摩擦得面目全非 机身外部的油漆也脱落了 露出赤裸的金属 在拆卸下来的发动机零件中 劳斯莱斯公司的前工程师 马尔科姆·格雷伯恩 细细查看每一个线索 发动机上留下的严重刮痕 让他震惊 除此之外 格雷伯恩还发现了一个细节 这些发动机里 塞满了细细的尘土和沙粒 那么 这些粉末一样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格雷伯恩对这些埋藏在发动机里的粉末 进行了仔细分析 最终他得出结论 这些碎屑居然是火山灰 那么火山灰又是怎么出现在飞机的发动机里的呢 调查人员对九号航班当天的飞行线路进行了仔细研究 最终还原了事故真相 原来九号航班发生故障的时候 恰好飞过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 这座火山叫加龙贡火山 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东南部的一百六十千米处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火山最活跃的国家 它有一百三十座火火山 在过去几千年里都有过喷发 而加龙贡火山尤为火运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汤姆·卡萨德瓦尔 曾经对这座火山进行过研究 这座火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就开始频繁爆发 一九八二年四月五月六月 加龙贡火山的喷发变得越来越猛烈 火山喷发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 居住在这座火山周围的六万多居民被紧急疏散 九号航班飞过的那晚 火山再次喷发了 当火山辉云上升到一万五千米的高空中时 恰好进入了英国航空公司九号航班的航线内 以前从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火山辉真的能使这架飞机瘫痪吗 火山辉是一些非常坚硬的岩石和矿物质颗粒 这种材料非常接近于研磨剂 十分坚立 如果你在显微镜下观察它们 会看到非常尖锐的棱角 它会造成严重的磨损 火山辉造成了挡风玻璃和机翼前端的磨损 那么飞机前方出现的类似圣埃尔摩之火的奇异现象 又该作何解释呢 因为在高空中气候非常干燥 这种摩擦产生的电就会发出那种闪光 被我们误以为是圣埃尔摩之火 摩擦同时干扰到了通讯信号 使得雅加达控水中心收不到机组人员的求救信息 火山辉被发动机吸进飞机内部 烟雾涌进客舱 通信系统受到干扰 随后乘客和机组人员都看到了飞机后面噴射的火焰 火山辉真的会导致发动机起火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知道发动机运转时会吸入大量空气 这些空气被压缩机高度压缩 然后与燃料混合再被点燃 由此产生的力就会转化为飞机飞行的动力 而火山辉的到来却改变了这一切 火山辉会被吸进燃烧室 那里的温度大约是2000摄氏度 我们知道火山辉在大约1300到1400摄氏度时就会融化 融化后的液体冷却下来 转变成一种粘稠的溶浆 附着在发动机内部 从而阻碍发动机的运转 发动机核心气流受到了阻碍 这使得发动机产生了逆火 于是便燃烧起来 这就是导致飞机起火的因素 9号客机挣扎着穿过了火山辉云的包围后 发动机突然冒出了火焰 乘客看到的火光正是发动机产生的逆火 然而紧急关头 四个发动机却又相继恢复动力 那么最终到底是什么挽救了即将坠毁的飞机呢 飞机从火山辉中飞出来后 发动机停止了运转 之后当一切都冷却下来时 这种物质就脱落了 原来融化的火山辉产生化学反应冷却脱落后 发动机才会最终恢复正常 机组人员的努力没有白费 此外 银行9号航班的经理 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火山辉云不会在天气雷达上显示出来 雷达能够反射水汽 但是这些火山辉云非常干燥 所以雷达系统监测不到它们的存在 一场惊心动魄的飞行终于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这是航班史上第一起因火山辉引发的飞行事故 谁也不会想到 看似细小的火山碎屑物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也就是从这次事故开始 航空部门有了新的规定 所有飞经火山爆发的地方 一律避开或停飞 即使情况好转 也要进行一定的零载客测试 以确保火山辉不会对飞机发动机造成损失 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明天见 肆虐的龙卷风以强大的破坏力摧毁人类的家园 整个过程大概只有五到七秒钟 哦天哪 你看到了吗 它巨大的能量来自哪里 它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运行规律 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探测龙卷风 我们需要获得靠近龙卷风中心的数据 追风行动 地理中国 下期播出